小时候美好回忆 长期发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好事 两个好朋友一直忘不了古早蛋糕和火开店 现烤蛋糕口感朴实很快打响名号 但竞争激烈被逼得惨陪收场 不过没放弃梦想 三年后打掉重练 将蛋糕品牌化 让台湾古早味红到世界各地 蛋糕出轮 出轮 淡水老街至天蛋糕店 出轮实现一道 门口立刻涌上人群 排队人潮当中除了年轻人 更有不少来自日韩的观光客 一道七项蛋糕紧松柔软 上头没有太多装饰 台湿古早味蛋糕是许多儿时的共同记忆 如今它也红到国外去 因为一直忘不了小时候的蛋糕口味 原本从事科技贸易的秋庆祥和当时的工作伙伴翁豪梁决心投身烘焙烈 当初也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兴趣来经营 就让很多人他喜欢喝咖啡 很多人他喜欢很多烘焙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想说 这个台湾有一个不错的东西 我们如果能够结合我们的兴趣 然后能够把它发扬光大 为了把兴趣变成专业 门外汉的两个人不惜砸下百万 坚持拜师学艺 也很感恩这位老师傅愿意把这个配方 跟制作这种古早味现烤蛋糕的一个技术 传承给我们 蛋白打到蓬松绵密 再加入蛋黄均匀搅拌 做蛋糕已经有八年经验的邱庆祥 如今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甜点菜料 为了磨练手感 邱庆祥当初可是花了整整一年 因为投入的早 他们的古早味蛋糕在市场一泡而红 只是比起精致的西式糕点 古早味蛋糕食材相对单纯 投入创业的竞争者自然也比较多 我们一开始开店的时候也是大排长龙 生意也是非常的火热 可是因为蛋糕当时就原味 原味口味这个蛋糕而已 所以说慢慢的老客户他基本上会吃的 会开始会腻 产品同质性高的竞争压力下 这股古早热潮逐渐消退 修信小汉欧豪良的蛋糕店 也因此陷入经营危机 虽然不得不认赔收场 但两年后他们还是决定从头来过 这一次他们学乖了 不再只强调古早味单一特色 经营环境也做足功课 把店搬到人潮不断的淡水老街 再好吃的东西你吃久还是会吃腻 那为什么淡水这边能够生存 因为这边有游客 在地的居民 婆婆妈妈的支持 我才有办法这样做起来 重新开店除了改店经营模式 蛋糕配方也有所调整 半开放的厨房 将制作过程完全公开 热腾腾的蛋糕现烤现卖 终于成功找回客群 你规模那时候比较大的时候就是三台卤 三台卤最快的话大概四分钟 四分钟就要出一盘 除了原本单纯的古早奶香原味 两个人也开始尝试加入不同元素 大家现在比较会想要购买的是起司 这是我们后面才研发出来的一个黄金比例 那你起司口味的比例 再加上这个本身我们蛋糕的一个糖的比例 我们把它融合起来 让你吃的时候就是有点咸有点甜 又不会太咸不会太甜 田中带咸的起司蛋糕正好迎合现代人的健康理念 加入红色蔓越莓的蛋糕 外观口感同样讨喜 因为纯的蔓越莓汁市面上 不好找也买 恐怕也买不到 那我是有请这个我一个朋友 他也是做物料厂商的 他特别帮我调取的 特制的蔓越莓汁加入大法果干 制作之前还得先熬煮入味 因为过去的失败经验 现在的邱庆祥对品质更加讲究 因为你没有煮的话 其实它在打碎的过程 它就不容易均匀 就不容易打碎了 因为比较硬 对那跟蔓越莓汁融合的部分 它的味道也会比较来得通透一点 不止起司蔓越莓 邱庆祥和翁浩莉昂还研发出坚果 肉松等八种口味变化 为什么会做八种口味 因为客户要求 很多客户会觉得原味 气势口味这两种是腻的 安妮有没有新的口味 可以给我们做参考 不过强调现场制作的 古早味蛋糕也有缺点 每盘出入蛋糕分量不多 错过这一次 只能下次请早 或在现场外外排队 为了避免流失客群 偶好良结合网路行销 做起现场并购 我们的一个粉丝团的话 目前有九万多人 这个就是我们强力的后盾 其实在这一波的一个 消退潮当中 陆陆续续很多商家 他们也都退出这个市场了 那我们是减少我们的冲击 他也积极将评价的 古早味蛋糕品牌化 有了过去的失败经验 他知道自己必须做出特色 才不容易被取代 我们想要把这个品牌 能够达到比较国际性的一个市场 目前他们的古早蛋糕 在马来西亚 印尼 新加坡 已经有十多家据点 将看似不起眼的海绵蛋糕 推向世界舞台 他们却坚持不开放加谋 有一句话叫欲速者不达 那或许你觉得这样赚钱很快 可是你的品质 你的人员的数字 你是没办法去掌控 对 那我不想 我希望我们的 我们要做出一个品牌 品牌这一条路非常的难 没那么容易 那我们为什么要坚持不做加盟 就是我们希望把我们的品牌顾好 就像我们当初进入这个产业 我们也是面临了一次失败 两次失败 慢慢地去研究 所以说这条路走起来非常的辛苦 从一开始面临岛电 到如今成功扩展到国外 欧豪良坦诚 他不是没想过放弃 新闻易冷的时候是非常多次 那你不做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觉得 这些员工 这些老干部 好不容易栽培了这些人 因为这个蛋糕 学一个礼拜就会 可是它要做到好 它要做到非常的好 非常的品质 从早上的第一颗到 营业结束的最后一颗的 品质要稳定 它是非常难的 慢慢地我怕这个蛋糕 就从此也会 就会台湾的一个这么好的产品的话 是不是会慢慢地逐渐消失 这也是我不乐见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只要在 尽量还有在能力范围里面 我当然希望能够 把它持续地经营下去 因为他们的坚实 让这最传统的古早味 重新勾起 以许多人的美好回忆 也成为另类的台湾之光 坚持努力 成功就是自己的 然后来看这位 也非常有决心 拯救毛小孩 二十年了 无怨无悔 现在已经超过1,600 我自己的救护 他们能够叫我 在早晨3时 然后我们会去 你不能说 我要休息 我需要睡 我需要吃 你必须去 但这是我的选择 我觉得Shawn啊 他其实很努力地 在支撑这个园区 也很努力地 想要去救那些 需要帮助的东西 可是我是觉得 他很厉害 非常厉害 如果是我的话 我没办法 一直持续向他做那种事